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底这个财技是什么意思呢? 顾名思义很简单 我是A公司 有条牟临 B公司 我A公司拿着B公司的股票 B公司的条牟临 又拿着我A公司的股票 大家就会有一个换股的协议 然后形成了一个互相持股的状态 这个互相持股的状态 最近被人救命得非常之厉害 为什么非常之厉害呢? 因为很多人分析世界股时 都会看到David Webb的鸿文 亦会看到有一个内容 互相持股的构固 去疏离哪些股票和哪些股票之间有关系 或者千丝万楼等等 但客观来说 一间公司作为一个法人 他有自己的能力 又或者自己的权利 去投资其他公司的股票 其实他投资其他公司的股票 不代表他跟这间公司有关系 例如616高山 这间公司前身就是永二 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的了 永二有很多次公股和配股的集资历史 所以很多股民都应该对这只股票非常熟悉 但这间公司同一时间是会买大股 你会看到公司会经常出一些访问 例如是一些访问 公司买了些什么东西 沽了些什么东西等等 你会看到他会买300-800 他会买26-200 他会买港交所和中国人寿 难道高山、永二和300-800 港交所和中人寿有一个特殊战略关系吗 你不见得是 可能他只不过作为一个被动投资者 去买这些股票 因为有些公司可能做的本营业务 未必太赚钱 你买这些会赢的股票 都是像一个人买蓝筹 公司都可以买蓝筹去投资 所以他可能的目的动机 就是想赢钱这么简单 所以你交叉持高 或者你买别人的股票 本身不是一个什么坏东西 不是一个坏的操作 而这是一个法例上 可以容许你做到的操作 但大家便会觉得 你买别人的股票 可能是有些关系 所以便会有些抹黑的东西 如果大家不陌生 其实我之前的踢爆华也说过 其实互控又或者这类型的 crossholding的操作 不是世界股的专利 其实作为英资而和和智地 他们已经有一个互控构建立了 因为当时有些中资去追击这些公司 这些公司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很值得他们追击呢? 首先他们的资产正值极高 以及他们的持股极低 这两个原因都会令到 为什么会被人追击 去加快反映这些企业的价值 原因是因为他们值钱 所以便会被人追击 而为什么他们被人追击之后 亦都不顺利把控股权还给人 因为他们又要拿着实权 又不想自己没有了公司 所以他们就量了一个方法 当地变作,就以我而和理 又可以拿上红 Lithium 又看到共产活 子竟然捉摘干自己都是军 rely 而且是不可能营缺 実行之地的差异 大家互相持股报价受随期 是英资已经在内发明的 为什麽成为香港2017年 会表现实际 sehr elco 其实不是很合理的 如果说到英诗 还有更多的操作是非常不公平 和不合理的 例如现在大家看到有太古A 太古B 早前也有匯德峰A 匯德峰B 为什么会有AB股的系统 这些AB股不是内地的AB股 内地的AB股是不同投资者界别的参与 我忘记了 大家可以查询 我不是投资A股的专家 而香港那种特色的AB股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股票权利是不同的 B股的权利和A股的权利是不同的 为什么突然有B股的发生呢 就是因为你投资那些A股的时候 你可能买了很多股票 但是同一时间那些管理层 那些董事局的成员 又不想自己丧失了一个华士权 所以就发明了B股这一件事 变相可以在B股这里增加自己的投票权 增加自己的权利的比例 其实这个变相是同股不同的权利 为什么英资是发明了些不公平的东西 大家又不去谴责 反而去到这些Crossholding 就被人骂到阿妈都不认得呢 其实不是很合理的 刚才也说到公司是有一个权利 自由投资不同的股票 而自由投资不同的股票 未必是涉及大家想到什么暗黑操作 这是一个非常通常的操作 买别人的股票 即是看好别人才会买 其实不单止一些Disgrossable transaction 可能很多公开资料都会看到 其实为什么会买这些股票 又或者为什么会有一个换股协议呢 如果从经济学的学理角度 大家都会知道有一种拼购方式 叫做Horizontal Integration 或者Vertical Integration Horizontal就是说 Within the same industry 即是同一个行业 当百事收购可口可乐 这就是Horizontal 但如果你是一个供应商 收购一个批发商 博一种就叫做Vertical 那个横和直就是这样去切割 有时很有趣 譬如我想公司产生一些协同效应 又或者公司突然之间出现周转的困难 例如供应商卖货给批发商 批发商突然之间回不切 被人拖数走不切 有时都会被人以股代债 又或者供应商投资批发商 批发商投资公司 看好上游下游业务的发展 可能大家会有股权上的交流 甚至是股权上的合作 因为大家都很熟悉 对方在做什么 而大家又觉得对方有利可图 少不免投资 而投资了之后 大家有个换股的协议之后 更加容易产生协同效应 所以在经济学里面 所谓的交叉持股的本质 就是想在一个business的角度 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所以换股不是什么熊水猛兽 是经常很简单 但在商业世界上常都会发生 这不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还有什么情况会促使换股的发生 譬如买客 你不想有cash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会做换股的协议 譬如买一个派系 最近买客的操作很喜欢搞换股的协议 他们的换股协议 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首先要做GO 即是要有够钱 够钱是要standby 是要付息 必要时如果家货给太多 你又要付散户 你可能会消耗很多cash 应该消耗很多自己的资金实力 因为做生意要cash 搞财技也是要cash 做所有事都是用cash为主 债务重不要紧 债是可以拖 但至少你资金那一下是很实在的 是真的要有的 所以有时你卖客 为了减轻自己的资金压力 都可能会用一个换股协议去买客 还有我觉得港交所的人 对于这些换股协议 批准的程度是比较松一点的 如果你要做换股的话 你只要把terms写得很复杂 例如他的资产几乎多少 这样换是公平一点 有时我计算这些数 都会投入大买 很多时候你要计算分子分母 到底怎样对抢哪样公平一点 你是不是买贵了别人的货 还是买便宜了 其实那些不是那么容易 一时三刻也有些散户记得清 相信港交上的人 有时记得清之后 都可能未必太预警 通常这些换股协议 都比较容易通过 但唯一一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我刚才都说过 连我自己都觉得麻烦的时候 一般散户投资者 可能真的未读过简单的数学 又或者简单的经济学 一些原理都不懂的时候 你对于一些分子分母 股票换来换去 你可能只是掌握不了比例 到底我应不应该换 还是我在街上买会便宜一点 等等这些东西你会很混淆 所以这是一个换股协议 一个挺特别的地方 就是突然之间换不到 轻了机会想不到 另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换股亦可能是拼购行为 不一定买货的 你可能收购别人一些业务 收购别人一些资产的时候 都会发生的 为什么会发生呢 原因都是因为 要省了一些现金的选耗 因为可能他那一期就赚不到 所以就会容许用股票去对数 其实一般拼购的时候 你都有几种的考虑 就是用股票去批评的方式 来不去都是 Cash、股票、CB、Option 又或者这些实物的东西 其实你如果去买别人一些东西 都是离不开刚才我说的 那几种的对数方式 有时没有Cash CB不是那么容易批 Option不是那么容易批 实物就更加难批的时候 最好是用股票去批 因为你如果买一间价值一亿的楼 然后你持的股票是十元的 一亿除十元 你便用一千万的股票去 印一千万的股票给企业 便找了那条数 很简单便完成交收 有时用股票去作为购买资产的代价交换 都是一个很常见的行为 因为大家都保存资金的实力 其实只要对家不觉得有问题 其实大家都没什么所谓 是一个商业世界的经常性发生 换股协议或Crossholding 其实有很多的操作 今次都一次就跟大家解释了 希望以正视听 亦都可以帮大家厘清一些概念 当中的概念 不只是说一些实务上的操作概念 亦都包括一些学理 经济学上的概念 希望大家有更加清楚的内容 如果大家对今集的 踢爆金月光有兴趣 也可以like SkyFinance的Facebook page 以及YouTube专业 亦都可以支持我 运水的个人专业 希望下次见到你 我是运水